国际足球邀请赛,中国男足2比0击败巴勒斯坦队 第21分钟,中国队角球,高准一头球击中横梁 第34分钟,林良明送出直传,高准一左路插上横传门前,五类推射空门轻松得手,国足1比0领先 这是五类代表国足打进的第30球,追凭刘海光,并列国足队史第一位 第60分钟,齐哈德射门被蒋光台封堵,塞亚姆小禁区右侧补射,提球击中右侧立柱弹出顶线,中国队逃过一截 第66分钟,李磊右路角球传中,埃克森投球被门将扑出,蒋光泰捕射破门 蒋光泰打进了国足生涯的首个进球 最终,中国队2比0击败巴勒斯坦,取得热身赛二连胜 网友看后感叹,恭喜五类加冕国足历史射手王 蒋光泰收获国家队生涯处子球 朋友们对此怎么看呢?赶快留言吧,感谢您的收藏和转发 好了,本期视频就到这了,咱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